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个西方国家的教育体系的环境下边呢 能够有一个放松的自由的散养的这么一个教育环境 在实际上去了美国以后呢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第一 学区很重要 而且学区房很贵 第二 同样的学区 不同的学校 不同的教育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虎妈吧 我们叫她虎妈吧 这个两口的 对于孩子的教育呢 花了很多心思 想了很多办法 包括在文章里写的非常有意思的 低库啊 一些 想尽一些方法吧 为孩子补课 提高孩子在班级的竞争能力 和她的学术水平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故事 这篇文章呢 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的 我相信第一 是这篇文章的内容比较真实 第二 这篇文章的文笔呢 非常有意思 它把整个的过程 和孩子斗争的过程 夫妻之间配合的过程 为了孩子 搬家买房和房东打交道 和中介打交道的这个过程 描述的非常清楚 而且非常有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里面确实是存在一个误区 什么误区呢 就是大部分国人对于西方 不管是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 是有存在一些误区的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误区是什么 第一个误区就是 这个美国妈妈所讲述的一样 原以为到了美国 会没有太多的竞争 没有太多的比较 大部分的美国孩子 都是这个开心快乐的成长 没有什么作业 这实际上 你会发现 不管是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从小学开始 其实就已经有一个 悄悄的一个分层 或者说是悄悄的一个划分 这个划分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第一 学校的好坏 或者说 学校教育质量 教育水平的好坏 或者说再进一步说 取决于孩子的学校 对于孩子的教育 是不是抓得足够紧 是不是有足够的人力 物力 来支持孩子 在学校的环境当中 学习更多的知识 我相信很多英国的妈妈们 会比较有感受 在英国 比如说小学吧 把孩子送到公里的学校 九点到三点半 基本上是没有作业的 一周一次就算不错了 美其名曰 学校的说法是 要让孩子快乐健康的成长 但是实际上 大家会发现 这些孩子 虽然九点到三点 都是一样的 上学下学 但是在公校也好 私校也好 大部分家长 或者说 那些对孩子的教育 抓得比较紧的那些家长 基本上都是在 偷偷的实践 比如说 小学开始 就有补英文的 补数学的 补艺术的 补法语的 各种各样的补课班 补习班 包括我们知道 华人在英国 比较常用的 或者是常见的 那些规模化的 补习 这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现象 大部分 华人家长 可能都经历过 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一种 提海战术 不停的练 不停的训练 不停的提高 孩子对于 数学的 熟练程度 所以说 这是第一个误区 误区是什么呢 就是 英国 或者说 西方的 小学教育 是开放式的 是完全人性化的 完全没有作业的 孩子幸福的 成长的 这是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误区 在西方也好 东方也好 孩子的家长 决定了 孩子的学习的轨迹 孩子家长 对于孩子的 教育的关心程度 决定了 孩子在将来几年 特别是在小学 后几年 或者说中学阶段的 这个起步点 大部分 英国的这种 中产阶级以上的 家庭吧 对于孩子的教育 都是抓得非常紧的 补习班 一样是跑不了的 但是当然 没有说 国内这么 这么夸张 这么严重 说小学 做到十点钟以后 这个是不太可能有的 一般这边的建议呢 是八点半 或者九点 一定要上床 保障孩子的 一个健康发展 但同时呢 三点下课以后 孩子的家长 的战斗就开始了 各种补习班 是一个也少不了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中西方教育 或者说英国的教育里边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 无需是什么 当然这是我的一个 个人经验 就是说 很多人喜欢把孩子 送到学区 送到公校 找一个特别好的公校 认为这个好的公校呢 和思考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从个人经验上来讲也好 或者说从朋友的 身边的朋友这些 经理上来看也好 公校和思校 它的区别 还是存在的很大的区别 比如说 一个班级的大小 比如说一个班级的 老师的配备情况 比如说一个学校的 相应的这种实验室 或相应的这种教室的 匹配程度 特别是思考有一个 非常有利的优点 就是在于 它对于孩子的 个性的挖掘和鼓励 以及师资力量的匹配 是比公校强很多的 比如说孩子要想学钢琴 学小提琴 或者说学什么乐器 学校一般的会有 专门的老师 提供专门的课程 当然这个课程 是单独收费的 所以说从第二个观点上来看呢 如果有的选的话 公校和私校 我个人建议和个人推荐的是 首选私校 因为私校 只要它不是特别的差 通常来讲 大部分情况下呢 对于孩子的教育 或者说整个学校的 这个师资力量 相对是比较不错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观点 关于阶层 关于圈子 其实为什么公校私校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都是按照英国的这个教育部的教学大纲 来传授 来教育孩子们 那为什么到后来到后边 特别是到中学后半阶段 6th form A level这个部分 大家的这个表现会不一样 大家出的成绩会不一样 而且特别是到了这个大学本科毕业以后 大家会发现不同的学校出来的孩子 确实是不一样的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论点 说这里面是有阶层的 同时也有另外一个观点 认为什么呢 认为去私校 大部分去私校的 其实从前几十年的这种上层阶层 已经转换成一种比较通用的这种中产阶级 我们能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在私校里边 其实并不是每个孩子的家庭 都是非常有钱的 而且有一些或者说大部分 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 但是这些家庭有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愿意为了孩子的教育 投入大量的金钱 投入大量的时间 希望给孩子一个好的基础 和好的一个发展 当然我们知道金钱是一部分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 就是孩子的家庭 孩子的父母 或者说孩子父亲母亲 有一方对于整个孩子的一个教育规划 教育进度 以及他的教育成绩 分阶段的进行检查 监督 孩子的天性都是喜欢玩的 如果说没有一个定期的监督和鼓励 或者说是这种推进的机制 是很难让孩子有主动的学习呢 学习兴趣的在小学阶段 另外一个要讲的就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 就是私校它最大的好处是在于当孩子走向社会以后 这些私校里的同学特别是13岁以后的这些住宿的这些私校 其实对于孩子将来的成长以及孩子将来走向社会 在英国立足从历史上来看 从现状上来看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是为什么我一直鼓励大家 不管自己有多辛苦 只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应该尽量的考虑让孩子进入到私校去学习 当然对于一些新移民来讲 私校好的私校是比较难的 因为好的私校要考试 在这种情况下 我也会建议大家先找一个就近的一个功效 住在哪里 先找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功效 先做一个过渡 但是大家一定心里要有准备 要为孩子的教育规划 要做一个长期的安排 这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 特别是那些新移民来英国 先租房 先租个一年半年甚至两年的房 然后再考虑在私校私校的附近 去购置一套房产 这样能更有利于帮助孩子 更好的融入到学校的生活当中 当然如果说13家以后 13岁以后 孩子有这个可能 能住宿的话呢 我同样建议孩子应该是选择住宿的这种情况 不管你多有钱 不管你多有实力 其实孩子的住宿 它是为了帮助孩子更好的了解这个国家 了解这个社会 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 第四点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英国的这个整个教育体系当中 它仍然也是存在竞争的 只不过竞争没有中国这么激烈 因为中国人多嘛 其实关于推娃这个事情啊 它同样是存在着攀比 同样是存在竞争的 我们要知道在英国 其实私校里大部分家长 其实包括公校也是一样的 只要这个家庭是中产阶级以上 通常对孩子的教育是抓得比较紧的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或者说华人的孩子要竞争 不仅仅是面向英国白人的孩子 同时呢 面向的竞争对手是印度人 是日本人 是韩国人的后裔 往往是这些亚洲国家 对于孩子的教育 对于孩子教育的投入和关注 是比英国本地人要多得多的 那可想而知 在孩子读完中学以后 到了考大学的时候 他面临的竞争对手 也将是这些人 换句话说 补课或者说 家长对于孩子的投入 家长对于孩子的 整个规划的关注 其实是决定了孩子 在高考 或者说在结束中学之后 进入到大学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因素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关于私教教育呢 我也不是专家 只不过是看得多 听得多 身边的朋友 基本上都是照着这个轨迹走过来 希望我的个人观点呢 能给大家带来一些 开阔思路的一些帮助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添加 我们的微信号 个人微信号 或者是公众号 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后台 提问 我们会尽力的 帮助大家 解答大家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 欢迎订阅